日方文件中对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责无中生有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中国军队表示坚决反对并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 战略意图始终清晰透明 中国军队积极参与国际维和 远海护航 人道主义救援等行动 致力于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 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日方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执意突破日和平宪法限制 不断扩充军备 引发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忧 我们敦促日方 以史为鉴 恪守专守防卫的政策承诺 在防污安全领域谨言盛行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国际社会